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咋不说 我们今天再来聊一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小日常 先聊聊之前的事情吧 之前我们去那个哪儿 湖北水镇 湖北水镇 对 湖北 我们在湖北一日游的时候 然后 其实是待了三天 其实是待了三天 我没说几天啊 一日游 冬天去的 我看没有死在那个季节里 真的很冷 因为当时 大家也比较了解 那个 像我这种 躲在这种 时尚啊潮流的最前面的人呢 穿衣服呢可能会 以潮流为主 反正导致那天 将近零度的天气 否认就穿了一件 单薄的外套和一个 直筒长裤 对 这样真的不太行 将近零度的天气 真的会 真的会湿 老了之后 膝盖一定会痛 我认为 保暖还是有必要的 就包括夏天 我们 直接对女朋友 调出 他们屋特别冷 最冷的是 琪琪和狗的屋 第二个屋就是你屋屋最冷 我最喜欢的温度 是保持在 26度 我觉得这是我们屋最 最适合的一个温度 就是 如果你不像 狗门瑞一样 到处上餐下跳的话 应该是不会热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活着 活在这个房间里面 也不会有舒适 女龙在家里基本不动 咱们继续回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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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水镇 说写这个 NCC的颁奖典礼 对 我觉得这个西装也挺合适的 非常好看 挺帅的 当时在 选西装的时候 我都看了一圈没有合适 甚至有一个 配色很奇怪的 有点像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这个我们四个大字叫 商费静止 有点像 80岁老爷爷穿的配色 就黄色那个 你问我呀 你在啊 忘了是吧 我就说有没有一个 灰色的西装 他说有 我当时 这么拿着 我看着有点奇怪 但是我还是相信我的知觉 我就决定穿上试了一下 然后还发现挺合适的 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黑的是吧 不是那个 闪耀的灯球 哦 原来我之前试的有一套蓝色 那个深蓝色 还有套紫色 我试的都是 变彩色细一点的 然后穿上去之后 整个穿的都不对 那感觉就 就比如说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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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比较脆弱的保镖 哦 不然店里还有一个 那个特别好玩的 具体非常清楚 你那个猜哥的游戏 他没有人猜得过我 哈哈 哎呀 哎呀 实际上不行 咱们不给个F 不是 其实 因为 就是 就是因为 你姐姐姐 啊 太干了 我最好难受 你没有记忆一个 算是女人系统 没事 你可以 但现在你也要非常了解了吧 我说话就是比较尴 救救我 了解了 了解了 对嘞 我们不是去颁奖了吗 然后颁的都是什么奖 我 我反正颁的是奖 我反正颁的是奖 哈哈哈 别别别别别 别跟我有关系 跟记忆力有关系 就是颁了奖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也很容易 现在获得 RCC给我们颁奖的奖项 我们会再来再来提训努力 甚至明天机 就可以领到类似的奖 哇 那么对于演唱会这件事情 你觉得能不能颁得了吗 今年吗 就是今年 嗯 我觉得可以 我是觉得 反正今年有 而且我觉得 应该不止一场 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最有可能去的 就是我觉得肯定 如果要是说 要开的话呢 就是肯定 保抵北京都要一场 然后其次你就像 呃 川渝地区 然后广州 带广 广州 来游吧 反正我觉得这三个是肯定会有的 这三个如果有的话 这三个城市的机率会很大 应该会有 北上广 川渝 我觉得这是机率最大的 反正不管是哪吧 或者说 能开的话是最好的 对 就希望能开疫情能顺顺利利的快点过去 让咱们能演唱会能顺顺利利的开 哎如果有的话 这次演唱会 这次演唱会肯定也要再准备 就是那个特别舞蹈啊什么这些 都惊喜吧 你想准备什么呢 如果有的话 现在还没想好 如果有的话你想干嘛 就现在最想干嘛 如果有的话 我打算给大家现场来一个ASMR 一定可以的 希望今天可以开 开始我们的演唱会 再怎么说 这次如果要今天来开演唱会 再两三个 就特别舞蹈吧 就像我们那个去年5月15号 那条舞台要演 都帅啊 大气 全部都在我 都在我 哈哈 这些最近的事呢 你最近在宿舍干嘛呢 你看比如说奇械 他如果能 有个玩家游戏啊 上上课什么 对 大家要上课 看电影 你呢 上课睡觉 还有呢 不是上课睡觉 是两件事情 这没人说明上课睡觉 因为今天真的很困难 你最近事情比较多 是 你要忙的事比较多 我个人的生活还是比较无趣的 你也知道 是 原来 原来是挺无趣的 现在跟人生说一些我不懂 看来也对无趣 现在也更无趣 我觉得 咱们生活当中 比较有意思 就是一块儿去做很酸 五六个人一块儿 我不知道他们讲没讲过啊 除了我以为他们舞都有并 真的假的 他们五个人会这样 每几个人走在前面 如果说话 后面有个拉单的 他们他们 他们前面四个就开始挫抵别人 说咱们搞他 怎么搞他呢 就是说前面四五个人放放脚步 然后后面那个 等后面那个人走上来 然后突然四个人就躺下 说哎你怎么打人啊你 哎怎么打人啊你 哎怎么打人啊你怎么 哎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么没素质 这个人发源是我 咱们一块走着去做核酸 然后领导在我旁边 他说我想射死了 他说干嘛 然后我就 哎你怎么打人啊 然后我说你可别惹我啊 我就突然 然后我就趴地上 然后因为有路人 然后我就说他 他们就专门说他有路人的时候 没有路人的时候 他们不会这么玩的 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打人啊 他没错 你说你别动手好好说啊 别动手 然后你知道 你知道我看我就很懵 然后那两个路人 那两个路人也是这样 就是想要吃花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样 天天回头为关 说起射死这个事情 现在呢 特别想尝试一个 射死的挑战 不知道你要不要接受跟我一块 确认过眼神 快点 就下一次在剪头发的时候 托尼老师帮你洗头发的时候 你要盯着他看 哈哈哈哈 我这么干过 哦真的吗 我觉得好尴尬 不是你因为你有你盯着托尼老师 托尼老师他 他又不盯你 他盯你头发 他给你洗头的时候 他给你戳头发 不是那你不觉得我这么团 看他他说 他我大概很好笑 很好笑吗 因为我还行 因为在躺着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尴尬 然后我这时候 要不然就闭上眼睛 要不然就看手机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样看到一个视频 从来都没有想过 既然有人有这种想法 就之前我们染头发那次 在那个上门 染头发那次 我就是我染完之后 也不是要洗吗 然后给我洗头发那小兄弟 跟我差不多大 大我一两岁 大我一两岁 然后就聊起来了 我们就聊聊聊聊 然后我就这么躺着 就这么聊天 我就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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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那个在那站着 就开始看着我头 他也不看我眼睛 这其实这个还行 你还在想一些更射死的东西 说到这个 我两个突然想到 第一个就是 跟不同的人说话 会有不同的音调 就是这样的 说起这个盯着人看 我想到之前我们在外面练习的时候 这个也是 我是源头 回家的路上 盯着一个成员看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我可以忍得住不笑 但是他忍不住你知道吗 你被我盯过吗 肯定有 有 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啊 但我是我是我是 我是唯一不笑的就是说 你笑啊 最搞笑的是什么吧 他们几个知道我在盯他们 他们有点 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呢又不想笑出来 所以就假装看手机 然后用余光飘到 我还在盯他们 他们嘴角就有点抽抽 就龙这个招 专门对狗狗跟那个小雨 俩人一点都控制不住 还有栗子豪 栗子豪是他会转过去 不看我才看他 那时候就在那睡觉 在那睡 在那睡晚上睡 回家路上还在睡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 找你的朋友 你就盯着他 你就不管他在干嘛 你就一直盯着他 一定要是好朋友 千金是你自己要先绷住 然后呢 他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而且你看他不能是那种 像没事一样看他 一定要像是有事一样 就是眼睛里带点事 你就是千万不能就是说 你盯着他 你你你先开始盯他之后 然后你没盯两秒的你你破防了 我觉得挺好玩 大家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参业建议可以 我一定要想一个收尾的方式 你站起来 收尾 开头 结尾 结尾 哦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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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